什么不该看 什么能看 什么不能看 怎么办 最好的方法 各位要祈求自己 能够遇到学佛的 大乘真善知识 大乘真善知识 真实法普利心 真实的善知识 这是你要祈求的 但是当我们能够接近善知识 却不精进学习 那可惜了 所以各位我们难得有机会 跟真善知识在一起 三个钟头 我这三个钟头 我就要修三年了 三个钟头 做圆满的观察学习 观察学习 他的身口一思想 他在做什么 我三年的练习 能不能跟我所想的一样 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注意 像我有时候去见大宝法王 久久一次 上师 祈求慈悲 上次的我跟现在的我 我来上回亲近你 跟这段时间 我有没有进步 有没有更接近你 有没有更像你 的悲心智慧 我要这样要求的 不然的话 我来见你浪费了 也困扰你了 还要排队 还要浪费时间见我讲话 那对你也没帮助 对我也没帮助 所以我想我们去找医生 也是问现在病有没有好一点 对不对 终于 终于没病了 谢谢医生 一次比一次好 所以在这一点各位一定要 自我要求 为什么 普贤普财 淡念无常 圣物放异 如水少鱼 私有何乐 就像快没水雨的 你还在这边 男女天伦 世俗的快乐 那不笨吗 这个灯快灭掉了 灯快灭掉了 你还在 走回陀路 还在追求那些世俗的东西 那自己代表 没智慧 所以你要趁着灯灭掉之前 佛陀不再世了 丧师不再世了 赶快 用最快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 屏东人的个性 就是硬 很好 但是折散却很固执 如如不动 很少进步 不好意思 总要讲一点坏话 那个人如此 就是如此 十年前 二十年前 还是如此 我刚出家 就是在屏东的 我回到恒春屏东 看 都同样 这是老去 个性都同样 吃肉同样吃肉 脾气也同样 皮疙瘩 不动 不动 真不动 没改变 没改变 真的没改变 那这个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就是一种 强烈的 我执 法执 因为我认为这样对 那这样就过一辈子 等着老 不行的 甚至他抓到一个法门 我就是这个法门 其他我都不要 那怎么会这样呢 法上阴舍 法门也是个善巧 就像你坐船 到了对岸 船要丢掉的 任何法门 都是一个工具而已 结果你把法门 当作这个 其他我不要 那不是很笨吗 因为每一种法门 射受不一样的重心 每一种法门 帮助不一样的众生 那你要成佛 要法门 无量实验学 你才可以 众生无边实验度 你才可以成佛 所以任何法门 帮助众生 哪怕是道教的方法 天主教的方法 没有宗教的善法 我们都要学到 有他们的效率 对不对 有他们的这种功能 那这个就是佛法 难道说 这个不是佛法 我不学 明明可以帮助他 你怎么讲 不是佛法呢 帮助众生的方法 都叫佛法 这个药适合 这个水适合 这个菜适合 那你都要学 所以各位 你眼睛要多一点 动作要快一点 学习能力要很强 因为什么 因为这样 生命一直在进步 生命能够进步 是因为可改变 千万不要 我直很强 固执很强 那我就没有进步的空间 很难商量 所以一定要看一步经典 就改变一次生命 虽然你还是你 但是你的思想 不断地在改变 行为不断 因为每一步经 透过不一样的方法 让我们进入空性 让我们进入慈悲 那你只要看一步经 但千万记住 我曾经认识一个出家人 我发愿读十万部 地上经 然后其他都不会 那你太固执了 谁叫你发愿 地上经 我自己发愿的 我是你师父 听我的 地上经读三遍 钥匙经 三遍 论言经 你慢慢读 合起来看 能不能读十万遍 你死了 不是你规定的 是你要听 你所亲近的善知识 对峙你才有 因为你不了解你自己 要别人来帮你 对不对 如果你已经 完全都懂了 你已经正的空性了 不退转了 那可能你可以用你的方法 不然这之前 都要亲近善知识 不能用自己的方法 定自己的功课 这个就是固执 那固执对你没帮助 因为你要尊重法 什么样对你有帮助 怎么样可以让你进步 每一种都是善法 但是一执着 就会变成障碍 不管你执着什么 所以在这一点 灯这个光明 就要把无名 我们的无名 我执 法执 能够看清楚 看清楚就不会想要抓住了 看清楚就没有真的了 这个世间有真的爱情 有真的生病 有真的死 无苦即灭到 无无名亦无无名尽 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老跟死 都只是一个现象 不是真实存在 如果你有智慧 故空中 空是一种了解真相的智慧 就无苦即灭到了 无智亦无德了 你就不会执着了 但是如果你还执着某一个东西 那就代表你不是从空性里面 去从决性里面去看到的 所以你就有得失 对错 高低之分 你就不能活在当下 一直想说 未来未来 如果怎么样 我等我未来未来怎么样 我才怎么样 快乐不用等未来 当下快乐 未来才快乐 你要成佛 你现在要用佛心佛愿去做 将来才有成佛 而不是说 等我成佛再来 那是一种考试 或者那种变成追求成绩 佛法不是了 佛法是当下 当下 你就要用佛心佛口佛意 去做佛的事 你才有得成佛 那佛的心就是菩提心 那你不能离开 菩提心 行 菩萨行 行 普贤行 那你现在就要去做了 就像我们像我讲了 七只共 我们讲的道理 你都听得懂 这是谁都做得到 问题是你要按 要不要按到这样去观修 去实际的去做 我想点灯的功德 让我们去思维 因为你点灯 这个助言 让我们来谈智慧的问题 非常好 你供水的助言 让我们来谈慈悲 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供水 要供灯 水 慈悲 灯 智慧 合起来呢 悲至双云 以这样子的法力 来成就我们的悲至 以这样的法力 也来让三二道六道终生 有慈悲与智慧 那他就到了悲至双云的境界 叫净土 到了净土 他就保持在那种空性 跟悲心的状态 而不会有贪嗔痴 好 那我们大概都了解 所以希望大家多 点灯 供水 供香 自己点一只香 是什么 像我们念的这个仪轨 这个点香的仪轨 咽供的仪轨 这么多 你要念哪一个 喜欢 都可以 那目的呢 就让我们从这里面 知道 点香的意义 香烟同止物 珍藏 这个香会幻化的 所以找到一个永恒的真理 就不会在香的身跟灭里面 去痛苦了 然后这个香 可以变成对上的前程 对下的布施 这个香 可以超度无量无边的友情 各位今天要回去 等一下 一共菩萨发给各位两本 一本是我们一发再发 吃树已放生 你已经都在做了 但是拜托你 送给还没在做的人 好不好 或是送还一本不够 你就拿多一点 自己印吧 免版权的 印吧 送给素食店 送给还没有吃树的人 如果你没有吃树 那你跟他从第一个字 看到最后一个字 为什么要吃树 这不是你想不想吃树 想可不可以吃肉 你要按照法去实践 这才是智慧 另外一本 慈悲的眼睛 那就叫法眼 慧眼 慈眼 视众生 那眼就是智慧 但是智慧显现出来是慈悲 显现了 写了一些慈悲的法语 那我们现在到处在世界各地 翻成中文 英文 韩文 勉文 日文 为什么要这么做 法文 德文 慈悲 所以希望大家 发挥自己的 倍利用价值 如果你还在读书 那我要去学德文 你好好 不是学德文赚钱 是用德文来翻译佛法 讲解佛法 做德文翻译 把所有很好的真理 翻成德文 帮助讲德语的 那你学德文有意义 了解吗 你要学法文 那可以 你要学英文 那更可以 但是动机呢 是用英文来利益众生 讲英文故事 翻译英文佛典 帮助讲英文的人口 了解佛法 那你这样 你怎么会用点功啊 但是对世界 众生有帮助 这也记得要发给大家 有些人啊 我觉得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来我们这边一阵子 后来离开 我在外面碰 还没有做英共 不 天天在这边 天天在这边坐 离开又什么不做 依法不依人 有没有放生 没有 在我们这边吃素 现在有没有吃素 也没有 那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这个人随波逐流 弄老半天不知道 那个意义在哪里 我们一定会讲 一定苦口婆心的在讲 那我们的主题 各位都知道 上供下施 为什么要摆六桌 这么麻烦 因为我们要 扑腹六道友情 为他们上供 为他们下施 对待他们 就像我们的妈妈 爸爸 亲生儿子一样 佛教很简单 对待所有生命 都是自己的爸爸 自己的妈妈 自己的独生子 把自私化为平等 并没有舍弃你的父母之女 并没有 反而扩大了 对众生都像自己 如父如父母一样 那这样去努力 所以只要对众生有帮助的 我们都要做 都要学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宝 海淘法师 海淘法师 红法行程 11月20号星期一 至12月17号星期日 马来西亚红法行程 10月15号星期五 念阿弥陀佛 持正处岁九十节 马来西亚基大博学院 10月9号至10月15号 马来西亚洋士大国际短期出家 10月16号星期六 念要往菩萨 要上菩萨 持正处罪七千节 晚上六点半 南卡威 搭传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10月17号星期日 念释迦牟陀佛 持正处罪八千节 释迦牟陀佛书胜功德日 帅行与恶行成九一倍 下午两点半 南卡威出海放生 晚上七点 幸运态寺 此备诗时超度法会 点灯 供水 要供 12月18号星期一 至12月22号星期五 新加坡红法行程 12月18号星期一 念定光如来 持正处罪四十节 释迦牟陀佛书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九一倍 新加坡第四届短期出家圆满 10月20号星期三 下午四点至九点 新加坡金银堂 红帽莲桥和庙 佛法讲座 12月21号星期四 南安尊王千秋 下午两点至十点 新加坡金银堂 红帽莲桥和庙 道蒙山师时超度法会 12月22号星期五 新加坡竹林寺法务中心 下午三点 主题以大悲心灵声 晚上七点 主题观音菩萨的加持 12月23号星期六 上午九点半 马来西亚新山 SAA部 帆船俱乐部 慈悲放生火斗 12月24号星期日 至12月31号星期日 马来西亚红帽行程 12月24号星期日 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 马来西亚新山 慈悲协协会 撒进 晚上七点 新山柔博在野大玛里堂 佛画开示 讲题 幸福与快乐 10月25号星期日 10月25号星期一 链鸟鸟诗流离光如来 池塞处岁三十节 上午九点 马来西亚新山柔博在野大玛里堂 八观三节 12月27号星期三 12月27号星期三 上午九点 马来西亚富恩园 风水梦园山庄 此备诗诗超度法会 晚上七点 八占佛学会 佛法讲座 讲题 如何快乐的学佛 12月29号星期五 上午十一点 马来西亚九栋老人院 老人院派红包 及简短开示 下午四点 霹雳观音洞 放声 火供 点灯 与药供法会 12月30号星期六 上午十点 马来西亚 曼容金钟学会礼堂 火法开示 即此备诗诗超度法会 及马头放声 12月31号星期日 练贤解千佛 赤赤赤处罪一千节 马来西亚吉隆坡 海淘法师生命基金会 岁默祈福超度大法会 岁默祈福超度大法会 4月24号星期二 共计七日 行程安排 世界遗产 高野山 金刚丰寺 澳之院 前蓝大塔 大阪寺院参访 比瑞山 大阪神户古寺等等 报名专线 请洽台北生命道场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生命点是 海淘法师2018年 日本世界遗产 高野山 比瑞山 京都古寺 即西国33所 关东观音林场 参拜之旅15天 恭请海淘法师领众 日期 4月18号星期三 至5月2号星期三 共15天 行程安排 世界遗产 高野山 金刚丰寺 澳之院 秦兰大塔 大阪寺院参访 比瑞山 大阪神户古寺 京都唐昭提寺 滋贺县 琵琶湖 宝岩寺 三重县伊室 伊室神宫 内宫外宫 金刚县 九能山 东兆宫 横滨市 总池四本山等等 报名专线 请洽台北生命稻草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02-2550-9900 一对夫妻 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儿子 跟老和尚情谊 他们说三年前 他们移民到海外去 暂时租了一栋房子 打算以后再找别墅买下来 可是因为四个人的意见 总是不能统一 不是丈夫满意 妻子不喜欢 就是妻子满意 丈夫不喜欢 再不然就是孩子也有意见 好不容易 四个人都满意了 偏偏 屋主又变卦 到现在三年过去了 仍然找不到合适的住家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想要请老和尚来指点迷津 你两个小淘气 是不是喜欢逃蚂蚁窝啊 听师傅一问 四个人都笑了 母亲说 对啊对啊 他们两个从小就喜欢逃蚂蚁窝 说是要研究什么蚂蚁窝的构造 什么蚂蚁窝里面有蚁后啊 有公蚁啊 还有什么兵营呢 还说有什么很大很大的食品仓库 常常两个人一玩起来 连饭都忘了吃 唉 你两个小孩 经常迫害蚂蚁的窝 回了他们辛苦的家 又糟蹋了他们千辛万苦搬来的食物 让蚂蚁没有安身之处 你们现在安顿不了自己的家 这只是粗暴 如果不知道忏悔改过 将来就算有了自己的房子 也可能会遭到意外的毁坏 尽管你们很有钱 将来难免也有为吃饭而奔波的时候 做父母的 皈依的佛门 怎么可以让孩子做这样的事情 还不制止呢 要不叫父子果 因果报应如影随形 要赶快求忏悔 宋经回向给千千万万受害的蚂蚁 或许还可以转变未来的灾难 明白吗 师父啊 弟子知道错了 虽然皈依了多年 以为只要吃素念佛就很好了 没有把小孩子的玩耍当成一回事 今天晚上